在今天一樣是一個 高溫而炎熱的天氣 不過你注意天空當中 雲層量來說略微的增多了 因為最主要高空有些雲層 把陽光給遮擋住了 所以有些地方的溫度 就沒有像昨天飆得那麼高了 我們先來看看 氣象觀測上面的三個之最 第一之最 風力最大的地方在蘭嶼 因為封面雲帶略微的往南移動 今天台灣上空吹著西南風 而西南風過了台灣以後 到達蘭嶼這地區 在下午的時候的震風就達到了 9級的震風 所以蘭嶼的朋友會感覺到 震風是偏強的 溫度最高的地區 是在台東的大午 也因為西南風的關係 過了山 下沉增溫 產生了焚風效應 所以在大午的氣溫 到達了38.2度了 但雨的部分 在雲林的口湖 雨量最多只有43.5毫米 這個雨還不是5毫 這個雨是主要在天亮之前下的 就是因為西南風帶著水氣進來 而造成了局部性降雨的狀況 明天晴朗 炎熱 溫度是偏高的 你外出要防晒 戶外活動記得要多喝水 太平洋高壓要伸展過來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先注意到封面帶 有沒有注意到 封面雲帶已經到達 接近我們台灣北部的海面了 最主要一點就是 太平洋高壓勢力 還沒有伸展過來 但是在明天的時候 高壓勢力逐漸的往西的方向伸展 將封面雲帶逐漸的往北的方向抬升 所以封面帶著強降雨的水氣 將會游在福建 浙江 湖南這地區 逐漸的往北 抬升到達江蘇跟湖北地區了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台灣上空在今天白天 西南風帶著水氣進來 造成局部的降雨 但明天整個高壓勢力 逐漸的伸展過來 連雲圈量來說都減少 接著後天的週休假期 好天氣 晴朗天氣可以持續有一個禮拜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中午熱記得戶外活動多喝水 白天陽光牆外出防曬工作不能少